其實家長在家裡和小朋友都可以利用一些不同的樂器 或者唱歌仔去進行互動 尤其是現在疫情 家長和小朋友在家困窮鬥 如果有一些不同的互動 對於親自關係都是很好的 Hello 大家好 我身邊有音樂治療師Sunny Sunny 你好 Hello Chloe 平時你有沒有玩樂器 或者聽歌的習慣嗎 也有的 我自己是彈琴的 我兒子也有學打鼓 女兒也有學彈琴 平時我都很喜歡跟他們聽音樂 有時睡覺前聽一些經典音樂 和跟他們唱歌仔 我想問一下我這些聽音樂 和讓他們學音樂 和音樂治療是否都是一樣東西 其實有不同的 剛才你說的跟小朋友的互動 或者讓小朋友學樂器 也有很多研究顯示 其實對於親自互動 或者小朋友不同的能力發展 都是很有幫助的 而音樂治療不同的位置 就是音樂治療師會根據個案的不同的能力 需要 去制定一些個人化的目標 然後很有系統去幫助他們 各個不同的位置 就是這裡 最主要是想強化他們的能力 其實這些目標 可能是身體機能 活動能力 或者是認知 語言表達 社交 情緒 等等 都很多方面 我現在就是媽媽 當然我最緊張就是音樂治療 可以怎樣幫助我的小朋友 你可以簡單地說一下 其實音樂治療師主要的使命 就是幫助一些有需要的小朋友 而另一個部分 其實音樂治療師也會教很多 不同主題的活動 比如一些親子小組 都很適合家長和小朋友一起參加 其實音樂治療的方法 我們會有四大種 第一種就是音樂聆聽 就是聽歌 第二種就是即興奏樂 第三種就是去唱 去演奏一些個案喜歡的歌曲 而第四種就是音樂創作 就是寫歌 作歌 音樂創作很吸引 即是我也希望我兒子 將來會像周杰倫 林家謙等 即是自己即席就可以一彈 就已經可以作一首歌 是否那種音樂創作 他就會跟大眾心裡想的音樂創作 有些不同 也未必是有歌詞 未必要寫一首很完整的歌曲 就會根據當時的狀態 就是玩一些樂器去表達他的情感 去表達他自己 那已經是一個音樂創作 那這種創作也很棒 因為我兒子也是一些比較感性 和即興發揮的小朋友 我聽起來也真的很適合他 而且你知道 今時今日的小朋友 大部分都喜歡對著iPad 對著iPhone 這些那麼有趣的東西 對於小朋友來說 可以吸引他們更多 就可以放下他的平板電腦 來跟媽媽玩一會 還有平時在家裡好像都可以做到 是呀 剛才我說了 音樂治療就是 音樂治療師針對一些歌案的需要去幫他 而其實家長在家裡和小朋友 都可以利用一些不同的樂器 或者唱歌仔去進行互動 尤其是現在疫情 家長和小朋友在家裡困獸鬥 如果有一些不同的互動 對於親子關係也是很好 以Sunny讓你這樣說一說 我也想選一些樂器 回去和小朋友玩玩 沒問題 通理琴行就出名很多不同的樂器 我現在去一去 稍後回來 好 好 我們現在來到通理琴行 我們一起去選樂器 對呀 嗯 現在坐不中 會坐崩崩的小朋友一定很喜歡 這個Boom Records 都很適合幾個人 一人拿兩支一起奏樂 這個我第一次見 先試一下 原來按就會有聲音 這個可以按和可以踩的 可以讓小朋友玩 這隻熊仔有很多樂器 還可以讓小朋友在家裡探索一下樂器的聲音 平日在琴行都很喜歡去不同的樂器部 去玩玩樂器去探索一下 其實家長小朋友都可以這樣做 這個 是牛的叫聲 非常有趣 嘩 嘩 很大支雨聲棒 好 這支我也要 我喜歡這個浪聲鼓 除了有浪聲之外 還有少許風聲 我也喜歡這個 這些Bongo鼓 只能跟小朋友一人打邊 一起互動 一起打鼓也很開心 水果沙翠也可以用 用來認一下水果 說一下水果名 一起當沙翠這樣玩 都可以的 嗯 差不多了 都選了很多樂器 我們不如上去 找Slowie去聊聊天吧 嘩 Sunny 為什麼你搬了這麼多東西上來 是呀 音樂治療師 懂得魔法 除了令小朋友少點發脾氣之外 還有拔寶袋 有點尷尬 也是辛苦工作人員 幫忙搬一些樂器上來 那不如你這麼辛苦人家 你不如講解一下這些樂器怎樣玩 好啊 你有沒有誰看見 你覺得很有趣想介紹一下 想我介紹一下 這個吧 好像做瑜伽用的 自然質地 是瑜伽專的質地 是呀 這個來做甚麼 這個就叫做鋼匙 可以按下去 就會有一個鋼匙出來 這麼神奇 為什麼我的鋼匙和你的鋼匙不同 我們這個是不同音 每一個都會有不同的音 或者一個鋼匙 可以用手掌按 或者小朋友在家裡 可以踩上去到家裡 是嗎 是呀 也很有趣 排出來好像彩虹七色一樣 然後他們就在上面跑來跑去 那這個呢 這個東西是甚麼來的呢 這個呢 就是一個percussion set 是 一個熊仔片 有很多樂器 小朋友可以認一下形狀 配對 就放上去 嗯 每一樣樂器 其實都會有 譬如有沙彈 有三角 有沙鎚 嗯 小朋友可以逐樣拿出來探索一下 這個不錯 因為我兒子很喜歡percussion 所以我才選擇給他打鼓 嗯 我想這個他應該會很喜歡 不過呢 我恐慌那些蛋 很快就會 在家裡的四周角落 散步 放不下去 是呀 我知道你好像還有一個 叫做Ocean Drum 嗯 是呀 那這個也是一個 我很喜歡的樂器 嗯 可以先聽一下聲音 好 嗯 你覺得像甚麼聲音 噢 它有點像海浪聲 是呀 這個就叫海浪鼓 浪聲鼓 可以模仿海浪聲 嗯 也可以發揮到小朋友的創意 看看是否要大浪 還是小浪 還有我覺得很好 就是像你剛剛在這裡玩的時候 你也要慢慢去控制那個速度 嗯 其實對於小朋友來說 也是一個大肌肉和小肌肉的訓練 而且也可以訓練到小朋友的專注力 嗯 就是要很小心地看著豬仔去動 嗯 是呀 很重要的專注力對於小朋友來說 因為 好像我剛才跟你說 就是 有時候我跟小朋友說話 好像說沒有兩個 他的眼神已經開始游走 還有記憶力都好像很差 每一次跟他說 你不要這樣了 不要這樣 這樣罵完一大輪之後 明天又再來 嗯 所以我想現在對於現今小朋友來說 說專注力和記憶力和情緒管理 這些都是非常之重要的 嗯 說到專注力和記憶力 其實這些不同顏色的樂器 家長都可以跟小朋友訓練一下 他的專注力 就是告訴他 我要綠色然後黃色然後紅色 讓他記得 這樣 都是一些很好的家長和小朋友玩的遊戲 是呀 是一個很好的親子時間活動 以及增加了趣味性 這個有彩虹七色 這樣就應該會開心很多 嗯 在家長和小朋友都好像我一樣 就可以用不同的樂器 譬如去創作一些故事 譬如可以一起去模仿森林的情景 就可以拿一些樂器去扮動物聲 譬如這個又可以扮 扮牛的聲音 這麼有趣的 是的 這樣就可以有個親子的互動 可以一起去創作一個屬於你們家 唸一無二的音樂故事 我分享一個個案 一個小故事 我曾經跟一個小朋友 一起做一些音樂創作 我就叫他去選一些不同樂器 之後我們在治療堂裡面 他就去創作了一個關於恐龍去歷險的故事 當中就用到余星棒去扮演一個落語的情景 又用到彩虹鐘 對 那隻恐龍是要上學的 他就用到彩虹鐘去扮演我學校的鐘聲 對 小朋友的故事很天馬行空 透過樂器 透過幻音樂 其實都可以發揮到他們的創意和表達能力 嗯嗯嗯 我聽到你的分享 我想起我自己的小朋友 他們都很天馬行空 而且他激我的方法 都是可以千奇百趣的 對 其實音樂的好處很多 玩樂器的好處很多 我們在跟小朋友互動的時候 都要多留意一下他們的反應 他們的身體意見 或者他們的表情 如果有需要 的確可以找音樂治療師幫忙 嗯 今天的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SUNNY你的寶貴時間 上來和我們聊聊天 如果你們都喜歡我們的頻道 記得要Like、Comment和Share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